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中历史 外患威胁与甲午战争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1.甲午战争前的外患威胁 2.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与过程 3.甲午战争的结果与影响 这个毛是北洋舰队的纪远号的毛 它是在日俄战争时候沉没 后来在1988年被打捞出水 上一页的学习重点 这个纪远号的主毛 我知道我们前面教过自强运动 它是北洋舰队的船 它是清朝的舰队 可是为什么它会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沉没呢 同学问得好会发现问题 甲午战争蜻蜓大败 北洋舰队的基地 威海卫流工岛后来投降 北洋舰队的船 有10艘都被日本取走 后来编入了日本海军 所以纪远号变成了日本的军舰 所以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沉没 我上次看报纸听说 2014年中国大陆在黄海海域 发现了一艘沉没的战舰叫做丹东一号 在一个拼接的盘子中央有钻体的字元两个字 所以专家认为丹东一号可能就是甲午战争的一个著名的字元号哦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著名的甲午战争吧 一 甲午战争前 清朝的外患威胁 虽然英法联军后 清朝已经开始做了自强运动 但是列强持续的轻逼外患加剧 台湾发生了牡丹舍事件 日军侵犯南台湾 为了反属国越南 发生了中法战争 清廷在光绪年间 反属是一再的丧失 还记得前一个单元我们讲的自强运动吗 由文中咸丰的1860年开始 但他不久就去世 然后接下来牡中同志13年 然后再做到德中光绪 做到20年 但是自强运动的中期开始有很多的外患 同志13年 由牡丹舍事件日军犯台 然后日本吞并了琉球 然后总法战争发生 这些外患 我们一个个来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日本 这个时候日本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15岁即位 他是日本的第122代天皇 在位45年 他带领日本进行明治维新 使日本迈入工业化世界大国 这张照片是他大约20岁时候拍的 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 开始推动君主立宪 行事军队国民教育 日本国力越来越强 所以明治维新非常重要 当中国清朝做自强运动的时候 日本也做明治维新 这个表格就是两者的比较 在甲午战争 证明自强运动失败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首次出兵 是为了琉球的居民 这件事就是著名的牡丹舍事件 琉球攻古岛的人的船只 不幸碰到台风漂流来台 69个人中有3个人不幸溺死之外 54个人被屏东台湾族的原住民猎手 只有12个人生还回国 当时他们是被猎手 所以他们的尸体54人 埋在屏东车城乡 而他们的头颅后来又被带回去 所以今天在日本冲绳纳坝市 这件事情促使了日本向外发动军事行动 出兵台湾 同志13年1874年 因为琉球人被杀 清廷没有处理 日本要求惩办凶手 结果出兵台湾 最后的结果是清廷跟日本签约 承认日本为琉球人出兵是保民意局 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教过牡丹社事件 对台湾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时清廷开始重视台湾积极制台了 神保真来了 建了炮台 废除渡台禁令 台湾一府变两府 另外还开三府翻了 这些事都是神保真 当时做清差大臣而开始做的 同学还记不记得 一载京城 高雄的齐后炮台等等 都是那个时候的建设 同志皇帝去世 由德宗光绪皇帝继位 而这个时候列强的清逼日裔加剧 光绪皇帝四岁继位 琉球这个时候被日本把他吞并 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正式并吞琉球 改名冲绳线 你们看到的图片是当时琉球过去的王公守礼城 你就会发现 他的上面有写中山仕土 或者是守礼之邦都是中文 那是因为琉球明清以来是中国重要的繁蜀 而现在清廷失去了琉球 这是什么东东啊 同学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是淡水天生国小附近 那边的好像在演戏的样子 对 这是新北市淡水所举办的活动 叫做西载反传说的表演 西载就是法兰西法国军人的意思 反通判就是指战争动乱 淡水居民为了庆祝 他们把来犯的法军打败 现在都会举行戏剧的演出 地点带淡水的护尾炮台公园 中法战争是法军当时会攻打到台湾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法战争 19世纪的时候 法国入侵 清朝的反属越南 越南是中国反属 所以向清廷求援 光绪十年 西元1884年 中法战争爆发 法军进攻越南北部之外 他的舰队就开始进攻福建 然后就把当时的南洋舰队打败 破坏了福州马尾造船厂 也打到了台湾的北部 基隆淡水等地 还封锁台湾海峡 攻占了澎湖 第二年清朝跟法国签约了 法国就把越南占领 我们失去越南这个反属 其中跟我们有关的是在淡水战役 这张图就是淡水谷战场的一个示意图 因为淡水的码头这边已经被封锁 所以法军是从沙伦海水浴场这边进攻 攻打到中间的部分 就在中伦郡这个附近跟清军对抗 就发生了著名的淡水战役 结果淡水居民合作 把法军打败 打的地点是今天淡水区 沙伦海水浴场附近 这个战争留下来了历史的一些遗迹 而对台湾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记得后来流民船来了我们台湾 有海门天险二沙湾炮台 另外有护卫炮台 然后呢法国人不幸战死的 也留下了法国人公墓这些重要古迹 当时我们台湾是被波及的 主要的战场当然还是越南北部 还有广西省当时的边境地带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当地的战争的状况 这个时候 法军要进攻镇南关 清军和刘永福的黑骑军 在那边努力的防守 广西提督冯子才已经66岁 但他非常勇敢带了他的两个儿子 亲身投入战场跟法军搏斗 激励了清军的士气把法军打败 这个时候乘胜追击 就把亮山攻下来了 所以史称亮山大劫 当冯子才集结军队准备要反攻 越南北部的时候 清廷却决定跟法国决定停战 也就下令撤军了 为什么在胜利的时候撤军呢 法国总理在亮山战败的时候 传到法国他本来准备要增加军费 都被法国议会把他否决 他都还这样引就辞职 那为什么要停战呢 原来是这个时候朝鲜乱世爆发 中国的清朝 尤其是李鸿章 他很担心 我们会被日本还有法国夹攻 李鸿章认为 日本的祸患大于法国的祸患 朝鲜是比越南更重要 而且当时台湾被封锁 局势非常的危险 权衡轻重 决定还是跟法国和谈 所以就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 这个中法条约又称为中法新约 同学可以看看这个内容 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 第五点 法国要撤出基隆澎湖 不过也就这样 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所以就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 这个条约的第九款 与我们台湾澎湖最终有关 所以请看第九款 这边有说 化压以后 法国就会退出基隆 而且把海上的这些东西除掉 也会撤从澎湖退进 中法战争 其实并不是为了台湾而打 它是颇及台湾 但是对台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那就是当时李鸿章派刘明船 来防守台湾 后来台湾北建省 刘明船做省任的巡抚 刘明船在台湾努力的建设六年 使台湾成为自强运动时候 中国最进步的省份 同学还记不记得啊 当时他做的许多事 要赶快复习一下哦 到此为止 秦朝的光绪皇帝 失去了好几个凡属 首先第一个 是光绪五年的日本吞并琉球 是因为牡丹社事件而造成 第二个是光绪十一年 失去了越南 第三个是这个时候英国 趁着中法战争把旁边的缅甸吞并 所以光绪十二年英国吞并缅甸 请同学记得越南跟缅甸 都是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失去的 最后还有第四个 朝鲜光绪二十一年 要失去朝鲜 为什么呢 因为重要的战争 甲午战争 朝鲜将要独立 所以我们将在另一个影片讨论 谢谢大家